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月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大跌212点来开出 那么最低点出现在 今天早上的8点51分 来到9528 那么随后就是一路震荡走高的盘势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中午的12点05分 来到9758 今天的高低区间放大到230点 可是成交量只有118亿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今天 如果你早上在看盘的时候 在开盘前 你一定会因为 昨天美国股市大跌 你就会想说 今天会是怎么样一个盘势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惊讶 今天竟然会是一个什么 会是一个开低走高的盘势 可是老师要在这边 特别的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你的老师 在早上9点15分以前 今天的盘势跳空开低212点 那么开低走低 如果在9点15分突破前高以前 在这个地方 大跌的过程里面 叫你进场市价做多 各位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从所有的技术指标来看 今天在大幅度跳空往下杀 绝对不会出现买讯 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叫你去买 就是他用什么 有很大的机会 他就是用直觉式的下单 他就去跟你赌 他拿你的钱来赌 那么今天如果赌对了拍拍手 如果赌错了 今天就是一个 跳空开低走低的大行情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这种盘啊 基本上是非常少见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四个字叫做 力往狂然 为什么今天是力往狂然 今天理论上大幅度的跳空 经历过上个礼拜 老师跟大家讲 经历过整个台子期的 技术形态左右对称之后 接下来很容易出现大行情 结果果然今天就出现了 但是今天跳空开低啊 为什么会这么快速的往上拉 各位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要大家要知道 接下来是什么 11月24号 就是我们的选举 那么在选举之前啊 我们可以知道 从所有的一些指标上来看 包含我们常在看的 未来事件交易所 其实两党啊 执政党跟在野党的差距 是非常的小 那么在这个地方 如果盘市没给他互助啊 就会出现民怨 所以今天跳空开低 我相信八大行户 跟很多的外围的组织啊 都会进来去互盘 而且第二个再加上今天整个中国大陆的股市 今天是开低走高拉得更凶 所以今天一内一外 造成了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可是反弹到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看哦 不管是台子旗或是大盘或是A50 刚刚好啊都触到了上面的月线 所以明天就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接下来到底这个盘会怎么走 待会老师在节目上会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 外资现货买超齐全部位偏多 调节后市不看淡 第二个 开盘爆量低阶买盘进场多头利手 10月30号的缺口 第三个 利空连环爆美股重挫 冲击多头的反攻气势 第四个 期限或月线开始转折向下 技术面压力见真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今天早上在 现货一开盘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多空关键的分析的一个报告 是不是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知道今天整个盘式的架构 在每天早上现货一开盘 邱老师会用自己的经验 就像拿着放大镜一样 帮大家去寻找整个盘面上的蛛丝马迹 找出今天最重要的多空关键点 我相信你不用自己花时间去找 你可以用一分钟短短的时间 就可以掌握今天盘式的多空关键点 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牛熊最前线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 加入我的LINE的生活圈 我的ID是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都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牛杯杯带我们来看到这个新闻 川普警告OPEC误减产 西德州原油孔联12点 各位啊我们都晓得最近整个国际啊 整个油价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挡 那么身为OPEC的成员国的老大哥啊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他就说啊我要联合大家怎么样 我每天我打算减产100万桶 希望可以拉抬这个低迷的油价 可是川普知道之后啊 马上就说话了 他说不会不会千万不要减产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减产 依照我川普的看法 油价应该继续跌 各位为什么川普要让油价继续跌 因为控制的油价等于什么 控制的通货膨胀 你控制的通货膨胀 等于控制了FED升息的脚步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是清源油最近150天的日线图 你看到从前波的高点 一路的往下跌 几乎是都没有出现任何的反弹 那么出现这样的跌势啊 基本上油已经落入了熊市 那么到底哪个地方会止跌 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它的整个技术面 已经落入个非常偏空的走势 这也是川普最想见到的结果 那么低迷的油价 对股市来讲 基本上是一个偏向正面的利多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道琼指数啊 最近90天的日线图 我们看到这两天啊 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档 那很多人说 哇这么杀这么凶 到底接下来怎么走 各位其实你要注意看哦 老师常常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这个低点 跟这个高点的幅度 刚好是这个低点 跟这个高点的幅度 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打东啊 结果会出现什么 各位就会出现 老师常常在节目上所讲的 整个道琼会出现 头肩底的形态 所以重点就是在这个月线的部分 还有昨天的这个长黑啊 这个低点不能够再跌破 那如果守住的话 就会形成很漂亮的头肩底形态 这也代表接下来很有机会 再去挑战这个前波的高点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商品 其实也是一样 这是NASDAQ的日线图 你可以发现这个低点跟这个高点 这个低点跟这个高点 其实我们把线给画出来 刚刚好 有没有 其实也是一样的长度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守住的话 跟道琼一样会形成一个漂亮的头肩底形态 所以各位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啦 再去挑战这个前面的历史高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天啊 虽然整个什么 整个美股出现了回档 可是从技术面上来看 这样子的回档其实并不奇怪 如果守住的话 对整个筹码来讲 出现了一次沉淀的效果 对美股其实来讲 后面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熊妈妈有话要说 她说科技股不妙 对冲基金啊 它的纳斯达克期货持仓量 由多转空 这个内容啊 是从那个CFTC啊 所抓出来的一个后面盘后的数据 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叫做投机部位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对冲基金 这个对冲基金跟投机部位 这两个啊 短线上她的多空方向 具有方向性的一个参考的意义 那么这个时候她告诉我们说 这个对冲基金跟投机部位 不是投资哦 就专门做短线的这一群人 她的多单最近变成了空单 老师特别去前面抓了 今年的数据 前面两次 第一次在2月份 第二次在4月份 这个时候如果她从多单变成空单 整个美国股市啊 都会出现一波回档 所以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 这种短线操作的资金 这个时候出现的空方讯号 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A50指数的日线图 跟台股的日线图 最近60天的比较 你可以从图形上 很明显的看到 在每一次重要的高低转折点 都几乎是落在同一天 所以代表是A50啊 跟台股的相关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可以从A50的走势 来判断接下来台股可能的方向 让我们看到 这两天啊 这两天虽然整个A50出现了反弹 可是呢 你要注意它上面有两条线 导播请拉近 第一条紫色的季线 第二条黄色的月线 所以现在它也是在 这个均线下方做反弹 能不能够跟前面这里一样 连续三天反弹之后 再往上创新高 就是再往上突破啊 各位就算突破 这还是一个震荡偏空的走势 如果在这个地方 不小心再往下破的话 当然我们看到台股 现在刚好也是在月线的下方 所以啊 整个A50跟台北股市 现在都是从低点反弹上来 所面临到的是均线的压力 所以这两天的反弹 其实啊多头不要高线的太早 因为均线的压力 现在才开始出现正面的遭遇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11月份台子期的一个日线图 今天开低走高收了一个红棒 老师特别把它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高点 其实刚好就是触到月线的位置 所以能不能够 在这个地方顺利的往上走 还是要搭配什么 搭配现货能不能够带量 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一样我们说过这两个高低点 它的幅度是一样 所以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头肩底形态 那么出现头肩底形态之后 也达到了左右两边高点 低点是一样的幅度 所以美元指数也到满足点 老师为什么要讲美元指数 因为在这个美元指数走弱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外资不断的买超 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过程里面 外资不断的卖超台股 所以美元指数的强弱 对外资的买卖超有非常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看到这几天 美元指数出现了强力的反弹 昨天出现了一个大红棒 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从技术面来讲 美元指数接下来是一个 一涨难跌的走势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两天会不会外资会又开始从原本的买超台股 又转成的卖超 这个指数要反弹 我们都晓得外资是最大的阻力 那个外资如果没有办法持续 继续的买超台北股市 那对整个反弹的力道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空的发展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大盘加权指数的日线图 一样我们可以发现 前面我们讲过这根红棒出现之后 连续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连续八天都守在这条线之上 那么今天是一个开低震荡收红的一个走势 那么重点就是 这一个线跟接下来月线 双重的压力落在这里 那么今天小幅度的出量 要能够继续往上 我刚刚有讲 一定现货要出现火力多头归队 价涨量争的态势 所以明天能不能够继续涨 到底涨真的涨假的 重点就是人气有没有归队 最简单的指标 你就是要看量能有没有继续放大 那么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里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是一个大幅度跳轰的走势 一般来讲出现这种走势 很少会有什么 珠阳变色 先往下杀 再往上几乎收在接近平盘的位置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指标 在这个地方 各位出现了放空的讯号 可是在突破开盘价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出现了停损出场 我们的停损点就是30点 所以呢不管后面的走势 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不利 但是我们就是守住这30点的停损 所以老师要告诉大家 不管是赚钱 不管是赔钱 老师在节目里面都会完整的做交代 绝对啊 不会像今天如果停损了 我为了上节目 然后赶快再叫会员做第二笔 然后还没赚到 再叫会员做第三笔 各位如果是这种老师 他每天上节目一定都有东西表演 但是因为邱老师为了保护会员 所以一天我们只会出手一趟 我们来看到 这是早上9点钟 我们是9851放空 所以在9611出现了停损 因为我们固定停损就是多少 就是30点 只要抓住这个30点 你能够用以小博大的方式 我最多损失30点 可是当我抓到行情的时候 各位那就不得了 尤其是最近整个市场波动非常的大 你只要守住固定的停损 都有机会每天赚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段 所以我告诉大家 跟着老师做就是安稳 什么叫安稳 第一个安分 凭专业 老师是17年的期货专业 绝对不是半路出家 老师从踏入金融圈 就是进入期货市场 所以老师不管过去什么大大小小的行情 老师都亲身经历过 甚至过去啊 早期是网路下单 并没有那么风行 那时候还是人工单的时候 那个人工单啊 order单电话进来 单子是满天飞啊 那种状况老师也经历过 不管是什么921321 老师自己都在场内 所以我太了解这个市场 到底散户朋友需要的是什么 而且跟着老师做绝对安全 为什么 因为每一笔我们都会设导线 都会设停损 就像今天台子期啊 我们最多就是30点 只要守住这30点 每天你最大的损失都已经固定了 当然你下单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 重点就是跟着老师做安心 不用紧张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讯息都清楚的交代 在今天的进场点跟出场点 你只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今天的赢家 所以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行情还是非常的剧烈 你只要跟着专业走 只要有专业的当充模组来帮助你 你可以用最小的停顺点数 来换取最大的获利空间 所以想要把过去失去的找回来 想要把握这波行情的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玩收工 不留仓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玩收工 不留仓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A50指数 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从邱老师开始在电视上 跟大家介绍 A50指数 越来越多的朋友 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而且都充分的感受到 A50真的是一个 非常适合当冲的商品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问说 老师啊 到底什么是A50 我不懂 在这边老师给大家三个简单的提示 你只要记得这三点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A50啊 当作是你每天啊 必备的工具 第一个 你要操作A50 不需要在另外开任何的户头 用你现在交易台子期这个账户 就可以下单 那么第二个 你也不用换外币 用你现在手上的新台币 就可以进场 那么第三个 他的交易时间啊 跟着老师做 每天中午12点 最慢12点 我们都会把它平仓掉 所以呢 时间上比台子期还要再短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在交易台子期的人 其实你现在立刻 马上都可以跟着我们 一起来挑战A50 那么为了服务广大的投资朋友 老师特别成立了 A50特战队 我们的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 数战数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老师要这边特别 呼吁所有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A50 因为他的胜率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A50的走势 今天他是开低之后 横向整理 在他9点半现货一开盘 就一路的往上走 那么今天我们的会员 在9点半之前 9点25分 所有的会员就已经收到 我们进场做多的讯息 我们进场的讯息叫做10940 老师要特别强调 我们的试驾单 不管是台子旗 不管是A50 你看到的都是我们当天 唯一一次进场 因为老师坚持不做第二趟 不做第三趟 不会为了表演 牺牲会员朋友的权益 而且老师跟大家保证 我们没有分什么一般会员 VIP会员 尊荣会员 总统会员 通通都没有 你今天只要是我邱老师的会员 你看到的数字 你看到的价格 绝对是这个叫做10940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在这个地方进场 那么进场之后 没有打到停损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报到哪里 各位报到12点钟收盘 12点钟收盘的价位在哪里 12点钟收盘叫做11155 各位啊 今天在这个地方平仓 你看一下 9点25分进场 守住50点的停损 没有打到把它报到收盘 今天三口A50 8万的保证金 就有645点 相当于新台币2万块 8万块的保证金 一进一出 就有2万块的机会啊 各位这样子的操作 你到底觉得好不好做 你一定觉得很好做啊 可是老师你讲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们来看 这个是今天早上9点25分 A50指数目前10940附近 收讯后务必市价做多至少三口 预挂三口在10890 成交后停损颜色10865 各位啊 所有的进场点位 包含停损点位 都交代的一清二楚 你不需要去研究A50 由拿50档成分股 各位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你收到讯息之后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今天就有机会用 8万的台币保证金 赚到2万块 你会想说老师 你是不是只有今天而已啊 其他天是不是都被扒 我们来看 这个是A50啊 最近10次出手 从10月31号开始 最近10次出手里面 只有两次没有获利出场 其他每一个剩的背后 每一个剩的背后 代表当天至少赚50点以上 那么这个负啊 固定就是打到停损点 50点就出场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每一个剩的背后 代表当天都是赚超过50点 就像今天 我们虽然啊 报到收盘赚了多少 赚了将近600点 我们也算一口50点就好了 你只要基本扣打一口50点 跟着我做一次进场 六口单 保证金16万 你看一下 最近10天 就有54,000块的收获 各位投资朋友 你用16万买一张股票 最近10天 有没有办法 让你赚到54,000块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哦 老师每天的讯息 都公布在我的粉丝专页 都公布在我的Lite 都经得起检验 所以这个胜率啊 光这10天就高达了8成 请问哪一个老师的期货当中 可以高达8成的 而且一天只出手一趟哦 而且每天公布哦 我相信全市场 只有我邱宇良做得到 各位 你还在怀疑说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你只要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就知道通通都是真的 所以你真的不要再活在自己的世界 每天在看股票有没有解套 你想想看 这16万就是5万4 如果你是用股票的规格 160万这10天里面就赚了54万 而且我告诉大家 我们不留仓 不凹单 绝对没有跳空的风险 每天都是强制平仓 如果你把你报到收盘啊 绝对不止5万4 将近快要20万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这才是一个真正适合当中的商品 很多人都喜欢交易 中国大陆的股市 都去买正一反二 或是去买大陆的股票 这个第一个成本很高 第二个 有时候交易的时间 跟我们是错开的 而且第三个 你找不到这么高胜率的工具 现在老师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工具 为什么你不进来试试看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A50的胜率这么高 他今天高低区间总共是277点 台子今天总共是230点 你可以发现 A50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 都是250点以上起跳 我们都晓得 当你波动越大 代表进场机会越多 所以各位赶快啊 不要错过了当冲天堂A50 一次六口 效果显著 一天一趟控制风险 跟着老师做 保证金只要16万 而且一天坚持只做一趟 绝对不留仓不好单 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面 如果在有这么高的胜率 是不是每天你都像 有一台印钞机在帮你印钞票 所以各位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行情教会老师将生活留给自己 我们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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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